本集節目是由以下商戶贊助播出 我是CasLab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從事房地產買賣和建屋 我的專長是根據不同客人的需要 為他們度身訂造最適合他們的地產投資組合 如果你跟我一樣都這麼喜歡溫哥華的話 而你又有需要 可以打給我的 Hello 我是Fanny Fanny Lee 多倫多地產經紀 服務大多區已經超過15年了 所有關於房產的買賣、樓花、樓花轉的 你都可以隨時找我的 你可以WhatsApp我 我和我的團隊是一定可以幫到你手的 大家好 我是Ringo Zen 全新多人多北約黑柏文項目 Bayview at the Village 售價42萬起 如果想選擇到心儀的單位 和更多發展商的優惠 請致電647 638 921 現在一小步為前景曝露 Greenlight Canada 過去15年來 辦理超過22000宗成功移民個案 處理各類移民項目 經驗橫跨加拿大 信譽良好、價錢公道 聯絡我們獲取最新移民資訊 匆匆人生高低起跌 應該妥善打算 減輕家人的經濟負擔 由福地、私家花園、雲石寧及殯儀服務 我會揭成協助你每一個步驟 提供悉心的服務 助你圓滿人生路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 住家財經的頻道 看到我就知道 阿Sam和阿Bingo 就沒有時間了 因為他們現在跟住家號 住家號還在東遊 所以今天就由我頂一頂替他 跟阿周做這個住家財經 你應該這麼說 已經被我罵走了 因為太多失誤的關係 被我罵走了 Hashtag Hashtag FUSAM 所以今天就有勞 SUNNY幫我們去 上班 以及做這個主持 去帶領我 頂一頂 這樣 阿周 今天呢 剛才跟你說過 今天那個主題其實是講油價的 其實很老實講一句 我自己就真的不是很熟悉這一方面 其實會不會好像不是很關我的事 這樣呢 其實我又不開車 就是油好像跟開車有關的 好像跟我的關係 是 很多人好像你這樣想 就說 又不開車 又不去旅行 又煮飯又少 冷氣又少開 不關我的事 油升到80元 都不關我的事 所以今集就跟大家講 究竟油價升 如何影響大家的生活 以及影響各地不同的經濟狀況 好了 是的 那我們首先 看一看第一幅圖 麻煩你阿SUNNY 看一看第一幅圖 你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講的 這個新鮮滾熱辣 就10月7號晚上 香港時間10月7號晚上 就講了 美股在星期一大跌之後 就反彈 油價也都從7年的高位 就進一步再上漲 其實所講的再上漲 其實油價又再上回 這個77元 78元那些的水平 那這裡你見到 那就是這個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標普500 和紅色那條 就是納指 其實都會見到 回了下去又再上回 這個意思 好了 那當然了 這個最新update 就告訴大家 的確油價 就是下了去之後 又再上回來 很快三爬兩撥 就上回78元了 但是問題 我們看下一幅圖 你可以看到 其實油價 就是講的 不是說今天才開始升 而是都升了一段的時間 那你見到最高的位 就79個多了 就接近這個 80元的水平 但是油價其實 由去年 負37元之後 其實就反反覆覆 反反覆覆 不斷地升 你會計到一件事情 負37元一路升 升到上去 接近80元的水平 那就是告訴大家 有沒有影響呢 好像大家所講 對各行各業有沒有影響呢 是不會沒有影響的 好了 那究竟有幾大影響呢 那等一下下來 整條短片都會跟大家講 我們看看下一幅圖 那你會看到下一幅圖 大家就會問一個問題 究竟油價 會夾到它多淺 就是歷史的高位 2008年 就是7、8月的時候 就147元 這個油價 是歷史的高位 沒有再超過147元 甚至乎下過負37元 那現在再講一件事情 你會看到一件事情 摩通 就是JP 摩通就說 油價 就算油價 觸及這個130美元 一桶都好 美國債息 去到2.5厘都好 就是告訴大家 那個市場 仍然可以消化到 仍然吃得燒 但是問題 大家就會問一件事情 究竟油價 是去到多少錢呢 現在就80元 我們當它78元 80元的水平 去到130元 會再升到50元 也都挺誇張的 是說著 再升成 這個 從80元 升到130元 是已經升幅超過五成 好了 我們再看一幅圖 你會看到下一幅圖 就是著名的對沖基金經理 就是Acamele Base 其實它已經在它自己的Twitter上 就說 喂 那個的酷油 那個的option Betting 就是它告訴大家 油價那個期權 2022年12月那個價 是Bet 即是在做 不要說在做 是有開一個價 是200元一桶 那麼它也都說 它認為 這個完全是有機會 是出現的 尤其是過去七年 是好像在油的那個相關的設備 或者是這個相關的配套 是不夠投資的情況下 你不可能一天就告訴別人 用綠色能源就可以完全取代到傳統的燃油的發電 或者傳統的油的消耗品 不可能的 他就告訴大家 有機會油價真的在這樣 突然間經濟復甦 或者用油量大增壓 美元這個貨幣的寬鬆情況下 油價有機會上到200元 就是告訴大家 現在80元如果上到200元是1.5倍 就是再升1.5倍 大家就會問一個問題 好像SUNY這樣 問一個問題就是關不關我的事 講關不關大家普羅大眾事之前 先看下一幅圖 你會看到下一幅圖 在說不僅是油價升 你會看到一件事 所有的能源 就是在說布蘭特旗油 紐約旗油 這個濃烈 就是那個的汽油 甚至乎Hitting Oil 又或者Natural Gas 全部就是天然氣等等 全部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風 就是告訴大家 你跟我說 轉這個能源 轉這個清潔能源 你轉到之前 你還是要用油 你轉到電動車之前 都還要入汽油 那你如果 你還沒轉到電動車之前 那個汽油的價格狂升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算轉到電動車都好 那你的電 你如果用燃煤發電的話 成本上漲 電費也都會貴 如果用天然氣發電的話 大家也可以看到 Natural Gas的價格 也都夾了上去 就是告訴大家 你無論 你在用電車 電動車 又或者傳統的汽油車 柴油車都好 只要涉及這個能源的發生的話 涉及能源的產生的話 全部價格飆升了 那就是告訴大家 就算你說用電動車都好 我不用油的 用電動車的 對不起 發電的成本高了 有機會電費會上漲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很簡單而直接的影響 好了 我們看下一幅圖 或者下兩幅圖 都是有關係的 你會看到下一幅圖 就是講的 當然好像很細幅 這個其實是講的 整個堆的商品 或者是過去一段時間 過去一個星期 相對的表現 其中最高的那個 就是升得最厲害 是講的過去一個星期 升7%的流程 那個叫Cotton 就是那個棉花 接著你看到大豆油 或者是其它的 就是Gasoline 或者所有的軟木等等 都有不同程度的升幅 那跌的那些是什麼呢 我們當然也都可以看一下 排得最厲害的 跌的那些是說的VIX 咖啡也都在過去一個星期都有跌幅的 或者火腿肉等等都有跌的 但是這個在講一個星期的圖 我們可以看遠一點 如果我們在講不是一個星期了 在講一個月到日 就是整個十個月的圖 你會看到跌的股份 或者跌的產品 或者跌的Future 其實是少很多的 它有一些 比如說銀它有跌 軟木它有跌 就是這個30年債有跌 但是我們看高一點 升的那些是全部都很誇張 第一 第二 全部都有不同程度的升幅 你看到最高的那個 是叫Natural Gas Natural Gas 那個Year to day的升幅 是117% 就是告訴大家 天然是今年以來的升幅 1.17倍 好了 排第二是什麼呢 排第二是燕麥 你看到那些人經常喝Oat milk 燕麥是68.4% 所以Heating Oil 或者Gasoline 或者Cool Oil 或者布蘭特旗油 或者紐約旗油 它分別排第3、4、5、6 全部的升幅都超過五成的 就是告訴大家 你想避開 除非你完全不用跟能源有關的東西 好了 就算你說 是 我又不用 又不用 只要你喝咖啡 你也可以看到咖啡的升幅是52% 那這些這樣的原因 大家就會想 為什麼所有的物價都升得這麼貴呢 但是關什麼原因事呢 其中一個原因 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說美國的超級寬鬆 由4萬多億 印度上去超過8萬億 而最近這個多黨派 麥康奈爾也都說有機會那個債務上下 會延到12月底 那就是告訴大家 那個寬鬆情況有機會 就是不要收水住 去到12月底 正正是這樣的原因呢 又再令美國再夾 比特幣又再升 所有商品再夾 這個夾法呢 就是第一個原因 就是這個產品 相對上非常之寬鬆 就是那個在非常之寬鬆的貨幣情況下 夾了上去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就是寬鬆的貨幣政策 是源於疫情的關係 疫情衍生的一件事呢 就是那個的物流鏈呢 是斷開 甚至乎呢 就是說很多東西呢 是沒有靠正常的運輸情況呢 是去運送的 那所以呢 你看到那個 譬如小麥啊 或者波羅的海的乾散貨指數 全部都夾了上去 混大豆是很貴 混咖啡是很貴 混晶片是很貴 所以全球很多的產品 都出現不同程度的短缺 而價格呢 就是這樣夾了上去 大家又會想一件事了 剛剛在不同的情況 不同的節目裡有提過 就是說這個寧木的Ginney的車 是因為有晶片的問題 晶片短缺呢 就算你想買 未來兩年都沒有車給你買 沒有車賣給你 或者二手車 無論是Toyota也好 Honda也好 就是告訴大家 因為晶片短缺的關係 沒有車 未來二手車都有機會 是要很高的價錢才能買到的 這些呢 凡此種種呢 你不可能就告訴大家 啊 和我沒有關係的 全部都有關係 好了 那麼去到油價呢 大家就剛才會想一件事 當油價真是夾到上 百三元 二百元 我們不說這麼多 夾上一百元也好 其中一個大家會問的問題 怎麼算呢 怎麼搞呢 好了 我們看一下圖 你看到下一幅圖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美國的能源 能源部那邊呢 其實它就考慮 是不是可以 就是這個引述了 FD 考慮動用這個戰略石油儲備呢 就是它那個ORP 就是戰略石油儲備 或者SRP 它所說的 好了 好了 這些呢 就是它那個SPR 應該是reserve 好了 它現在就告訴大家 喂 會不會用呢 美國那個的戰略石油儲備呢 超過六億桶的 在德州啊 在很多的地方就殞藏了 或者藏了 那是不是如果美國呢 是突然之間釋出這個戰略石油的話呢 那是有機會呢 令到市場突然之間的供應多了 那它舒緩了呢 這個油價急升 或者美國境內 那個的汽油價格上升 而引發的通脹問題 那是有機會的 好了 大家就想 喂 有沒有試過呢 是試過的 在奧巴馬年代 又是民主黨的年代 奧巴馬的年代 2011年呢 其實是試過呢 就是釋出這個戰略石油儲備 應該沒有記錯 三千六百萬桶 那同一時間呢 國際能源的組織呢 也都釋放三千萬桶 是應對這個的 當時利比亞那個石油的供應 短缺的問題的 是試過釋出這個戰略石油的 好了 但是這次會不會同樣釋出呢 不知道 但是當釋出的時候呢 是可以解決言微之急 或者解決美國國內那個石油的緊張情況 令到那個價格有機會回落 但是國際的石油價格會不會回落呢 未必 另一樣東西呢 就是說這個消息也都說了 美國有機會會限制石油出口 如果美國是限制石油出口的話呢 是將會令到全球的石油供應 可能更加進一步緊張 而美國的石油呢 只是給它自己的本土用 就是令到那個的通脹不要那麼厲害 來到這裡呢 大家就開始意識到 似乎石油價格升 不只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也都不只是說 就是早上入油啊 早上吃個餐蛋麵啊 有機會成本上漲 而所有的產品都同樣上升 而影響了我們的衣食住行 好了 那麼究竟用經濟的角度 怎樣去告訴大家 去體現這個影響呢 下一幅圖呢 可以介紹一下給大家看的 下一幅圖呢 要放大啦 毫無疑問啦 這個呢 就在講給大家聽呢 是美國的生產物價 物價指數那個按年的增長 是按年的 你看到同比的 我們看看圖呢 你會看到一支支的那些呢 就是那個生產物價指數 PPI的圖 一看你會看到8%的流上 是由20 我沒有做到很長的時間 起碼2010年2012年開始 到現在是沒有見過這麼誇張的 那大家會想生產物價指數 就是說出廠的產品呢 是批發出廠那時候的價格的 如果那個的產品 譬如那個的玩具 毛公仔 聖誕樹 或者感恩節裡面那些的 所有的玩意或者禮物 全部出廠價的時候呢 升8% 那你問一句很簡單 那零售那邊 就是生產物價 或者那個生產的時候那個成本 就是PPI 那生產成本就已經貴了 那它賣出去的時候 就是在零售層面賣出去 它會不會 就是 不加價呢 如果不加價的話 生產那個單位呢 可能要吃光這些成本的 那這個就是那個PPI的那個威力了 那大家看看下一幅圖 下一幅圖其實就只不過 是將那個按年的增長呢 那個比較呢 就變成了月環比 按月去比較 你也都看到呢 是夾了上來的了 近幾個月了 那這個呢 就是告訴大家 美國其實是面對著一個超級通脹的壓力的 就是說如果我生產的成本 或者生產那邊的價格 都比正常的按年增加了超過8% 也都去到十年以來的高位的時候 我有什麼辦法不轉嫁給這個的一般的消費者呢 不行的 如果我不轉嫁給消費者的話 公司會倒閉 廠商會是毛利率受壓 或者受到一個壓迫 如果它本身的毛利率夠高的話 它可以OK 一人一半 消費者我加一半 我自己吃一半 可以的 但是要看一下那個的廠 做不做到這件事情了 我們從頭到尾都在講 美國假如這個情況 是發生在一個正能源的入口國 美國都還有出口能源的 如果是一個正能源入口國 中國又怎麼樣呢 我們看下一幅圖 你可以看到更加多東西 也可以介紹更加多東西給大家看一下 下一幅圖你看到兩條線簡簡單單 藍色的那條線 就是在講工業生產者的出廠價格 也都是反映那個工廠那個 廠房的廠商的成本 你看到也都是去到超過13%了 相對上 紅色的那條線是什麼呢 紅色的那條線就是告訴大家消費者物價指數 就是說我廠的PPI的價格非常之高 你看到以往呢 就是由2000年到2010年都看到一個趨勢 就是我出廠的價格 PPI高的時候呢 就是生產物價高的時候呢 我那個CPI跟著它升 就是告訴大家 我成本升了我就轉價給那個消費者 但是這次有個現象呢 有些奇怪就是我成本升 但是那個CPI一樣是跌的 就是中間有個差價呢 就是誰吃了呢 就有機會那個廠吃了 到最後沒有人會願意做蝕本生意的 除了國企之外 所以就是什麼呢 我扎了它 喂 你要我生產一棵聖誕樹 我就蝕一棵 當生產聖誕樹的成本加了10% 但是我零售的價格 加不了3% 那我不做了 因為我本身都已經薄利多銷了 突然之間你說這樣做 我不做 那不做的情況呢 你會見到越來越萎縮 這個是直接影響中國經濟的 那剛才說了PPI為什麼會升呢 喂 你油又升 淋木又升 咖啡又升 大豆又升 棉花又升 你什麼都升 然後你跟我說沒有得加價 我不做了 不做了 啊 油它了 這個就是現在其中一個面對的現象 下一幅圖很快就講完 就是講這個 下一幅圖講這個工業生產者 那個的出廠價格之餘 也都看了那個PMI所謂的 那你會見到很多都在性衰分界線的留下了 已經去減到去 那所以大家要明白這件事情 就這樣了 好了 這個很快地跟大家講了 講解了整個中國經濟 就說有機會因為油價一直夾夾夾夾上去 其實是直接影響著的 美國那邊可能還可以轉嫁給消費者 但是當中國如果轉嫁不了消費者的話 我不做是會令到更加多人失業 令到中國經濟更加走下坡 這個是非常之危險 也都提了很多次給大家的問題 到時呢 把Sunny抓出來先 不要說沒有影響 就是一會兒你的蛋 因為那些油太貴了 那些貨車運不了 早上早餐沒有蛋吃 又或者所有事情都會出現的 你想不到的東西都有機會會突然之間 因為油價貴 沒有運輸工人去運 那所以呢 就沒有了 或者是在聽的耳機 在做的枕頭什麼都好 所以這個不是說沒有影響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 是啊 我這樣聽你說完其實 好像很多跟燃料都息息相關 就是你剛才說運輸是一個很重要的 香港你有很多東西要靠運輸進來 甚至乎你剛才說到當有廠倒閉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的失業率 還有一些製造業 就是你的廠家倒閉了 你那個供應 就是產品上面的供應就會少了 我想下去好像有很多火燒連環船 是啊 你突然發覺很多東西好像加價 或者是不能賣 你買新車不能賣是其中一個很直接的原因 所以大家今集 跟大家講完之後 希望大家明白清楚 那大家就要知道這個問題 今天就謝謝Joe 幫我們分析了油價的大局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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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CasLab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從事房地產買賣和建屋 我的專長是根據不同客人的需要 為他們度身訂造最適合他們的地產投資組合 如果你和我一樣都喜歡溫哥華 而你又有需要 可以打給我 大家好 我是Fanny Fanny Lee 多倫多地產經紀 服務大多區已經超過15年了 所有關於房產的買賣 是留花、留花轉的 你都可以隨時找我 你可以WhatsApp我 我和我的團隊 是一定可以幫到你手的 大家好 我是Ringo Zen 全新多人多北約黑柏民項目 Bay View at the Village 售價42萬起 如果想選擇到心儀的單位 和更多發展商的優惠 請致電647-638-9210 現在一小步為前景鋪路 Green Knight Canada 過去15年來 辦理超過22000宗成功移民個案 處理各類移民項目 經驗橫跨加拿大 信譽良好、價錢公道 聯絡我們獲取最新移民資訊 衝衝人生高低起跌 應該妥善打算 減輕家人的經濟負擔 由福地、私家花園、雲石寧及殯儀服務 我會揭成協助你每一個步驟 提供悉心的服務 助你圓滿人生路 並且獲得更多 新移民資訊 新移民資訊 希望